大军到 阿爸 醒了就好 觉得怎么样 感觉 好像做了什么 昏迷了足足一个月 阿爸都快无望了 好在盘达天身 把你又还给了阿爸 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 阿爸希望你是一个 鹦鹉不凡之人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接掌青阳部 可当阿爸看到你的时候 阿爸高兴得是 你长得像你阿嬷 从来没听阿爸说起过阿嬷 你要记住啊 阿嬷 你最想着谁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那会是你的弱点 软肋 你最想着是你的弱点 他在哪里 是你的弱点 你还是要找到 你如果有弱点 你是不是要找到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